我是不是曾經有說過 台灣號稱塑膠王國 塑膠產量超多 所以台灣民眾體內塑化劑的曝露量 應該也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吧 沒錯 根據我的研究 我們台灣人每天從食物 還有各種來源所吃進去的塑化劑 DEHP的濃度 每天每公斤體重高達33.9微克 是德國人的三倍 怎麼辦 兩位先冷靜 與其去檢驗身體裡面有沒有塑化劑 不如就減少生活中塑化劑暴露的來源 還有要勤洗手 塑化劑可以在兩天到三天內 就可以排出體外 塑化劑可以排掉 沒錯 但是兩位也先別高興得太早 如果你持續每天繼續暴露的話 吃進去的量比排出來的量來得高 那依然會受到塑化劑的毒害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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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